這邊要走底線 文誠勉強拿到 要給林智傑 由他來掀開壓力鍋 來到前場 反手打敗林智傑 Bearfield要記上助攻 那這一球打進之後 要輪到夢想家教暫停 Bearfield 林智傑 要打小潔 大潔打小潔 智傑上場之後 這個外圍的投射 加上幾次強勢的進攻 遇到林智傑這種出手 非常快速的這種球員 對這個2-3去連坊的 防守壓力是非常大的 不過很快的 勇士隊也用林智傑的三分環影顏色 進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勇士隊的反擊 球給智傑 擔門線外出手 命中了 球給智傑就沒有問題 所以林智傑跳出來 要想辦法撲滅夢想家的氣焰 今年的夢想家 從季前的磨合成果 包含了找洋將的人選上面 對今年賽季做足了準備 勇士隊 吞下了開機第一次的二連敗 至於夢想家 現在是拿下了三連勝 對 對